哈喽大家好 从去年开始 我们黑龙江机器原煤价格 始终在持续上涨的状态 有好多农村的老百姓都说 原煤价格真的是群染都烧不起了 但是二姐家煤厂 就是倒了一批我们当地的也是原煤 然后5200卡 跟刚才外进的煤 它俩差的是300卡 但是价格一斤差好几百块钱 然后带你们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就是420块吗 这种这是到本地卖的最好的煤 本地的就是半交半财 在这个煤是啥呢 是5200卡 我的花分是42 跟刚才那个猛煤是差三麦卡 这个是能卖到900 这俩差几百块 几百块差价钱差在哪呢 第一它本地颜色不好看 但是它好烧 皮毛不好看 这个烧完了呢 像灰分大约达到25 就啥呢 弄了一销的掏出20% 那也是5天不用掏出坑 差距就在这里 要是贵一点 你家买好的 咱就买那种 你想说这个煤就好烧 但是又不怕下货的 那就来这种 要便宜有便宜的 对 那卡说你说5200卡 就正常炉都干红了 绝对可以 火苗还高 火苗还高 就是卖相不好 你们看看就这个煤 有点发白 对 你瞅瞅 它半椒半柴 三个半椒 半椒半柴 也是我们黑龙江 积极当地的煤 花粉高火苗高 就是下货大 你们看看 这就是诚信的商户 我跟你们说 没告诉你们 咱家买煤 就是说多些卡 然后下货大小啥的 必须就是如实地告诉你们 虽然说这个煤 刚才那个煤 差的是300卡 但是这个才900块钱一吨 刚才那个是1350一吨 那个是5500卡的 这个是5200卡的 这个煤唯一不足的地方 就是啥呢 烧是嘎嘎好烧 但是就是下货大 那个没告诉你们 五天不掏炉的 一点没下货 烧完全是火 就区别在这了 再一个刚才那个 一瞅就是那种油魂正亮的 这个就是颜色有点发白 看不看见 这个是本地卖最好的 最好的 附近村屯的 我保住你不好烧的话 你拉回来 煤都不要了 现在这么饱 他跟他说啥呢 下货的 绝对好烧 但你说普通家庭 你说种地的普通家庭 烧的绝对够用 你如果条件好 烧的好没 那就来一些三百五 不差钱 来往外 不差钱 就买那个 对 你去高中低的 你要啥样咱家就有啥样 对 没这个东西的话 就想买衣服 各有所需 就是看你自己 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 是不是 想买点不差钱的 不用掏这个没下货的 然后就买那个贵点的 但是这个刚才二姐夫也说了 这烧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也是继续当地好 嘎嘎好的煤 就是炒的卖相不咋好 5200卡 但是价钱也在这了 这个是900块钱一吨的 是不是 跟那个煤的话 一吨差好900块钱 就根据自己的需求 咱家的便宜的也有 然后贵的也有 便宜的就是说下货大 然后贵的呢 就是卡数呢 比这个稍微高一点 然后上班好几天省事的 不用掏炉子了 这个质量就别接着呢 才没得多了 块型也好 没又好看 完了那块型又好 又不用找 但啥呢 不用说啥呢 你想要质量 你不能在乎它价格 对 那你想要便宜一点 那你得尊重它那个质量 对不对 东西就一分价钱一个货 永远记住这个道理 这全都是那个三六块 看不看见 回家的话不用砸了 直接下炉子里边烧就行了 这一销最少烧四个小时 时间还长 哦 烧的时间还长 完了还微眼 就滴溜滴灰 哦 这个是哪里买的 内蒙二耳朵丝 二耳朵丝买 对对对 是高级钢矿子 哦 就现在你说 你到家快1400多了 现在我弟子 我是存的存 存了那个几个月了 存没 我一存都是2000吨 2000吨存 你存的话 现在卖的 我就低于矿价卖的 看不看见 咱家就是不是说的 那边涨价了 然后咱拉的时候便宜 然后咱那个 现在也涨价了 二姐夫刚才不也说了吗 这个煤是之前存的2000吨 咱拉的时候便宜呢 所以说现在价格咱没涨 现在卖的1350一吨 在那边当地的经口上拉 这个价格都拉不来了 刚才这两种煤 就是带你们大家看了一下 鲜明的对比 那个就是我们黑龙江 西西当地的这个原煤 然后丑的卖相不算太好看 但是也是5200卡的 然后这个煤呢 是猛煤 5500卡的 它俩的唯一区别在哪呢 就是那个烧是嘎嘎好烧 唯一不足的就是下货大 然后那个是900块钱一吨 然后这个煤呢 5500卡 然后一点下货都没有 烧的燃烧的时间还长 但是这个呢 是1350一吨 就是根据现在这个煤的价格上涨 咱家这个煤价格始终还是没涨 所以说没买煤的你们赶紧就抓紧买吧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咱们就先到这了 下期再见 谢谢